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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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讲多少可能四五十堂课吧 很多道友听课的时候也很认真一直从头到尾没有间断过 因为我们听什么法最好传承圆满很多人都是在工作上 确实需要调整时间但是都在努力当中 学院当中也是大多数的道友应该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不管听什么法如果各方面的因缘具足最好三十三种 我也是一贯持这个原则如果各方面的因缘具足大家一定要听圆满 听圆满我自己觉得讲这个法好像自己也是在自然而然的 不知不觉的受到了很多的加持 一个是无垢光尊者的加持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他的智慧的力量和加持不可思议第二个方面他所讲的大圆满信心修行 如今在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人们都觉得特别累 觉得有很多压力虽然我们星期天都在休息 但是还是在压力当中在痛苦当中 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法门的确我们的心 按照显宗的说法的修习和密宗的说法的修习都能得到 这样的话非常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就紧接着讲 尽心意乐 加心力 心事不善知果报 异熟果亦等流果 增上果亦实用果 我们听过《大圆满前行》的人 应该在大概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比较明白的 这个十不善业它有果报方面有异熟果和等流果 还有增上果和实用果叫做四种果 一般很多论典当中讲前面的三个果 后来很多大德的窍诀里面增加了后面的实用果 也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这十不善业 每一个不善业圆满之分 圆满它的职的时候 一个是对境无物 比如说杀生的话 造这种杀业的话 对境要圆满的 刚开始的动机 他恶劣的动机 想杀他的动机 中间整个过程他的意乐和思想没有放下去 通过这样的意乐和对境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还有什么呢 我们在这边讲考的话 这个学期开始改为《经庄严论》和《大圆满信息修行》两个 包括我们下面讲的时候也可能这样好一点分足里面 不然我们自己法师那边的课程在这里讲 可能有些人比较陌生 我这边的讲考也是今年上半年这两个课 《大圆满信息修行的颂词和经庄严论》这两个 我还是很认真地问不看的话如果抽到了好几次讲不好 下面就自动取消 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一受过其实参加讲考的人还是很认真的 态度上还是不同的 没有参加讲考的人有种比较放逸 放松 心经常散乱 所以人一般考试的压力还是很有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意乐不善 还有加行不善 实际上它整个行为整个过程 比如说杀生的话它杀生的行为全部圆满 这样之后总共有十不善业 十不善业的果报 有异熟果 等流果 增上果 还有食用果这四种果 下面会讲这四个果的详细分类 首先是讲的 一熟果小品不善转旁生 中品不善转饿鬼 大品不善堕地狱 感受一熟之苦果 我们上面所讲到的十不善业 它可以分为上品 中品 下品 也就是说十不善业 它都有大小的 比如说所有的意乐 当时发心也是非常强大的嗔恨心 当时残杀的过程也非常残忍 这样大品不善业 中品比这个稍微 可能中间你因为杀丑陋或者所有的这种之分 没有圆满的叫中品 下品虽然杀害了 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所有的意乐 或者所有的条件都没有具足的 有个别的一些因缘具足的 这样杀生为主的十不善业 它可以分为按照《俱舍论》里面讲的一样的 一个是意乐 行为 世间 还有当时的手段等等 各方面的因缘不同 不善业也是不同的 其中小品不善业的话 它会转生到旁生当中 我们十不善业 其实这里面大家要注意的 比如说妄语 其实也是妄语里面有 大妄语 中妄语 和小妄语 说小妄语的话 如果严格一点的话 很有可能转生到旁生当中去 所以这个十不善业 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有些人认为 学佛的人 可能要受持十不善业的戒 而不学佛的人 你随意可以犯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吃毒药的人 不管你有信仰 没有信仰 你如果吃毒药 谁吃的话 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燃烧的火 谁接住的话 不管是有信仰 没有信仰 都会燃烧你的身体的 我们做了一些违背妄法的 也就是说 国家的法律如果违背的话 不管是你有没有信仰 有信仰 没有信仰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你违背了自然规律之后 你一定会感受果报的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可能还是应该想一想 不然这并不是跟佛教徒说 让他们要注意 不然大堕地狱的 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 杀生也是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所妄语也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这样已经搞错了的 那么在这里说 小品部善业转旁生的 中品部善业转到殴鬼当中 然后大品部善业转到地狱当中 感受异熟果 其实异熟果的话 比如说有不同的因产生 成熟一种果也叫做异熟果 或者有一种因它逐渐逐渐已经成熟 然后最后产生果报的话 这也可以叫做异熟果 异熟果如果按照 应该是毕婆萨论吧 毕婆萨论它有 我们经常讲的三种异熟果 一个说是现世法异熟果 即生造的话 即生当中马上能感受得到的 还有一个叫做顺持熟业 顺持熟业 那么下一辈子会感受到的 这个是顺持熟业的果 还有顺后生熟业 这一辈子也是感受不到 下一辈子也感受不到 如果再下去的话 会能感受到的 凡是过了一世 二世以后 一定会感受得到这种果报 这个我们在其他当中也是讲过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业一直是 《大智多论》里面有一种比喻 叫做这个业无论是你到哪里去 众生到哪里去 你以前所造过的这些业 就像是有一种 潜在的宅住一样的 宅住的话 一直追着你 一直追着你 你这个没有给他还完之前 他一直跟着你 不管是到天上去也好 到水里面去也好 到人间 他所谓的业一直跟着你 这就是《大智多论》当中 也有这样的比喻 还有比如说 没有被毁坏的种子 一旦因缘具足的时候 一定会成熟它的果报 所以成熟异熟果 种子一直在睡眠的方式来 住在你的相续当中 一旦因缘具足的时候 当然善业的成熟果感受快乐的 而恶业的异熟果 刚才讲的一样 地狱 饿鬼 旁生 这个异熟果很有可能 非常严重的话 先多地狱 然后多饿鬼 然后再多旁生 最后人间感受痛苦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的公案当中 都有类似的情况 这次讲的是异熟果 我想信心修行 这次大家都学得还比较认真 希望也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更应该像这样的道理 不得不无精通 如果这个没有精通的话 那可能就像以前 米莱日巴尊者也是说过 他说 除分的因果见解都没有的话 那细分的空性见解 更没有办法安理 我们最简单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如果说不清楚的话 那么更生的一些空性的见解 这是根本没办法的 这是讲异熟果 那么下面讲灯牛果 灯牛果怎么讲的呢 这一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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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叫异熟果 前面讲的异熟果 下面讲等流果 因为等流果叫同行等流果 和感受等流果 分两个 其中 同行等流果等流分为二 同行果尽所所信 同其果 说等流果实际上在佛经当中讲的 同行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 其中我们现在在这里先讲的是同行等流果 同行等流果在佛经当中讲了 包括《百业经》 《正法念处经》 很多经典当中讲 所谓的同行果我们今生当中 众生的爱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即生当中 比如说你喜欢跳舞的 说明你以前有这方面的习气 你喜欢做看手的人 说明你以前是在这方面的人 有些从小都是喜欢打架 有些从小都是开始喜欢偷东西 有些喜欢从小开始有些经常 我喜欢吃甜的 我喜欢吃辣的 我喜欢对艺术方面 包括我们有些选择专业的时候 本来父母是医生的 父母很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医生 但是最后孩子的小续当中 没有医生的低恶 最后他要变成歌手 他要变成一些 希望他其他的一些专业 这一点我们也 其实每个人 我经常爱用双胞胎的比喻吧 每个人的爱好和习气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经常讲到有些人可能自己也觉得 我前世可能是一个特别坏的人 因为今生当中自己很多行为无法改正的 有些人自己觉得不用别人说 自己应该非常清楚 包括以前的戒律里面 讲佛陀的教法下面 有些比丘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断除了所有的烦恼 但是有些阿罗汉到了森林当中的时候 因为阿罗汉以前当过密猴 他经常爬到树林上去 然后在树上跳来跳去 也有这样的阿罗汉 还有有些 包括这个是在身体上 身体上不仅仅是一个通行 身体上以前有一个叫做牛痴比丘吧 牛痴比丘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还是一直在 本来是果物布施 到最后就不能吃的了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还是一直在叫东西 一直在吃 就像牦牛一样 牦牛一般白天吃了 到了晚上 到了下午 他空的时候翻出去 又开始进行吸吞 叫吸了以后再吞下去 就这样的 但是有些比丘也有这样 后来他们都告诉佛陀怎么办 佛陀说 这个不会犯果物布施的 他有前世当过牛 所以今生当中 胜利上也有比较特殊的差别 所以有时候人确实跟自己的习气 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从小的 我都以前看过 根本没有 非常非常小的有些孩子 都是跳西方各种各样的迪斯科 这个音乐一放起来的时候 这个孩子好像站都站不起来的时候 他开始一直在跳动 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这个习气 有时候是习气 还是比较可怕的 我自己认为我应该是 前世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是可能看书的人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书 现在也是这样的 我今天本来想发一个微博 我想好像所有我对世间的东西也好 所有当中最可靠的 我经常特别生欢喜的 不管是什么书 我以前小的时候 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我哭的时候 拿一些书本来哄我 说是有了书本的时候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书 也不好说 有些是看一些好的书的 有些是看一些不好书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还是对佛经 论典有兴趣的 以前世间当中的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书 在学校里面也是这样的 出了家过后也是如此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每个人的喜气确实是有点不相同的 有些人以前也是 有些人说我不想看书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不想看书啊 看书那么好 我那么想看书 为什么有些人说不想看书 我经常有些人说 哎哟 我最大的毛病 我就不想看书 其他的都很好的 但是看到书我都心里不舒服 其实我是恰恰相反的 确实这个人的习气 我其他都是不知道 我这个前世是什么样的 根本不知道 那天他们说有一个催眠 催眠 网上有一个录音 我听了 我失了一下 最后甚至心比较深沉的时候 我想是不是这个前世 但是后来一看 好像不是有什么电脑 手机 有很多 后来我想是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电脑 手机 这些都是没有的 肯定不是我的前世 我现在的书气 所以我就看不到这个前世 但是我相信 前世肯定是存在的 垂眠术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因为现在的手机 有些可能经常用这些的时候 这个书气浮现在前面 所以这个同行等六国 我是认为 很多人不用问了 看有些人喜欢这个 有些人喜欢那个 这个就是同行等六国 下面讲的感受等六国 感受等六国是什么样呢 佛说感受等六国 随意获得诸善趣 下面我们每一个边讲边念吧 就是 虽然已经获得了任天 任何天界 但是 这个藏文念了没有 念了 好像念了 念了 是吧 哇 你们好多冬赞啊 是吧 你压车还是这样啊 你应该按一个 按个金鸭 我以前按过金鸭 三块钱 他说 按不起 我也按个三块钱 对啊 我当时肯定是 我出家的时候还用了一段时间了 中学的时候大概可能用了 三块钱还是一块钱 两块钱还是很便宜的 我建议他应该是那个 不然的话你每次在我们前面就有点空空的 咳 没事 开玩笑 这样的 怎么讲啊 就是说 即使获得了任天果报的时候 比如说首先是沙僧的甘树等六国 沙僧的甘树等六国他的寿命很短 的 寿命很短而且活在世间当中的时候病特别多 有些道友虽然是佛教徒 但是经常一会儿头痛 一会儿胃痛 一会儿肝痛 一会儿肺痛 今天心痛 明天身体痛 这也是前世杀生的原因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啊 毫无疑问的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自己脊椎特别严重 当时我每次都想我肯定是西班牙是不是 我以前西班牙的人杀生啊 因为感受到我自己脊椎上会不会这样 我一直退离 这样想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多病 还有有些寿命特别短可能是活不了堕入 怎么样念经也好 怎么样看病也是没办法的 前世的有些真的要现前的时候 我们虽然会念经 虽然会加持 虽然会看病 很多现在有些老乡都是经常 你给我看一下我现在眼睛看不到给我吹一下 那怎么吹也是可能没办法的 佛陀吹也是你眼睛以前可能是害了其他众生的眼睛 当然是做一些加持的话 暂时的一些可能恶魔 地水火风的一些 暂时的恶违远通过三宝的加持 这样也可以遣除 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加持 或者一生的治疗 有些是根本没办法的 所以杀生每一个都有两个两个感受过 我们即生当中大家一定要想到 这是在生活当中要看 为什么是多病 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很年轻的时候都已经死了 好可惜啊 为什么呢 感受等流过的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是讲不愈趣 不愈趣的话自具贫乏地共用 那么即生当中他的 有些佛经里面也是讲了 好像那个经典里面讲 一般前世不愈趣的这些人 即生当中一个是自己的钱财越来越减少 第二个经常受到妄法的惩罚 啊 妄法还有第三个经常受到一些恐惧 然后还有做各种其他的因缘来毁坏钱 现在我们有些人是钱拿到手里的时候 马上不知道就花完了 然后一下子永远都是钱包空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自具贫乏还有自己虽然有一点 但是经常被别人用了 丢了 或者说别人盗走了 别人抢走了 现在有些人虽然自己有一点钱 但是家人拿跑了或者亲朋好友拿跑了 这是说明不愈趣的果报 不愈趣的感受过报 第三个是 扶起除罗 成怨敌 堕造诽谤 受他欺 首先是第一个 邪淫 刚才身体的善业当中的杀 盗 盈 显盈一般得不到自己特别合一的对象 家人等等 即使找到的话 特别难看 非常丑陋 而且即使有些人可能比较还可以的 但是最后还是经常好像天天都是吵架 天天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有些家庭很快就离婚了 或者说虽然没有离婚 但身体没有离 心早就已经离了 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包括现在家庭是越来越复杂 这也是实际上这些人认为 对方的脾气不好 这个人格不好 但实际上以前自己造了这方面的业 所以感受这个果报 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第四个就是妄语的妄语 遭受多造的诽谤 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货别人的多造诽谤 以前也是我刚才讲的牛猪比丘 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的群体当中 刚才我说牛猪比丘他一方面吃饭的时候 就像牦牛豚草一样有一种牛的特点 然后他的脸色也特别难看 就像有点长得像有点牛一样 特别难看的 很多其他一些人对佛教遭受一些诽谤 啊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那么难看的比丘啊 后来佛陀他们问怎么办呢 每次他出去应供的时候 受到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诽谤 怎么办啊 然后佛陀说 我们这个人类他是特别一毛取人 所以人间很不好的 我们人间现在的话来讲是外毛协会 最好是牛猪比丘到天际去应供 你到天际去 天际一般不会这样的 后来因为他得了阿罗汉 最后他也答应了他到天际去 天际一般都没有这样的 我这个人很难看 谁也不理他 我这个人很好看他即使没有本事 大家愿意接受他没有这样 天际没有这样的 后来牛猪比丘一直 他获得阿罗汉过后不敢来人间 一直在天际 所以遭受诽谤 即使获得阿罗汉过位的时候 也遭受各种各样的诽谤 因为以前你欺骗别人 这样的原因即生当中 我们有时候不管是网上也好 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群体当中 有些人自己应该算是即生当中还比较不错的 但是天天都别人诽谤 或者说经常受到别人的欺骗 欺惑 自己也特别生气 你怎么要欺骗我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欺骗 如果有人欺骗我的话 那我不客气 很多人但也没办法 你前世欺骗过别人 即生当中很多人 越来越不想受欺骗的时候 反而很多人就经常欺骗 所以很多人心里都是想 谁也不准欺骗 但是光说不准欺骗也不行 你的业力现前的时候 谁也制止不了的 这是叫遭受诽谤 还有受他人的欺骗 然后眷属恶劣不合目 所闻出言成争语 这是第五个吧 第五个是逆见语 那么逆见语呢 前世说逆见语的今生感受等流过是什么样呢 就是自己周围的人不团结 不合目 还有自己下面的眷属一个比一个 性格也恶劣 智慧也低利 没有道德 而且现在有些老板 他觉得非常烦 因为他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才 所有的人才全部跑了 全部都是一个比一个坏 这也是自己前世的一种 还有他自己眷属 自己周围的人 经常不团结 不合目 每天都是正知不喜 这也是自己前世说了很多理解 其实这些都是应该 我们相信因果的人来讲 即生当中我应该值得注意 不然我生生世世 如果连一个事不善业都没有断除的话 可能无论是在那里 地狱当中 旁生当中 还是在人间非常可怜的 所以业因果这样的学习 对我们整个人来讲是特别重要 这是讲利坚语的感受等流过 第六个是出语 出语就是所闻出言 自己听到的整天都是别人的漫漫 别人对你的出言恶语 有些人可能牵涉的业力吧 不管是别人对他什么样的语言 经常受到一些赞叹 别人的赞颂 或者别人特别吻和合意 他听到的大多数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业力现前的众生 每天都是比别人骂 每天都是受到家人也是骂他 朋友也是骂他 同事也是骂他 包括在读书的时候也是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感觉很深的 有些同学他没有做什么好事 但是大家都看得上他 大家都特别喜欢他 有些人他没有做什么坏事 但是很多人整天都是诋毁他 说他 这是你们很多人也是通过这样的群体当中成长的 大家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 自己也找得到自己的因子 别人到底是什么样呢 确实也是因果是不虚的 而且自己所说的语言 很多都是变成了一些争论的因 比如说我今天说一句话 如果我以前造恶语的感受灯流过的话 啊 堪布说的 然后把这句话马上变成了很多人的争论之意 最后我自己也是弄到里面 特别不好 现在有些道友经常 今天跟这个人关系不好 因为他的语言什么什么 明天跟那个关系不好 包括我们有些居士当中我觉得造恶语的过失 成熟的人也比较多 一方面自己以后尽量地说吻合语言 在这方面我看有些佛教徒根本不在乎 特别可怕 以前我们学过像《百业经》有一些经典吧 这样之后说话方面还比较注意的 但现在很多人好像根本不在乎 这也是特别可怕的 下面讲的是第七个叫做 语言无利 辩才味 贪欲强烈不知诸 不求饶益他害处 极为狭诈 具恶见 下面这几个呢 第七个是讲七语的果报 语言无利 我们人还是很有差别的 有些人说一句话成千上万的人非常接受 而且特别有能力 特别有分量 语言 但有些人说半天说了多少都是 大家根本听都没有听 这是我们包括有些法言 演讲 或者说话 平时我们在群体当中有些人说话根本没有力量 在电话里面有些人说得很清楚 虽然说得不多 一两句很大动人 一听到这个人歪的时候 马上就 哇 这个人肯定 我也跟着她说话 Aber places to go 那些师傅 ılan反几声 或者它是存在忤也系统 aka 我的真正认响 根本形 我好痛响 那顿意放 我还想起来 我也可以 你什么意思啊 有些人问 我跟你说 想起来 我不要 dabei 阻止我也 seulement 还 organizing Download him in there 我好好悄悄 好悄悄 好悄 faith 一言无理 还有没有辩才 不管在辩论也好 在讲考也好 在说话也好 任何场合当中他自己也是特别的畏惧 恐惧 就好像没有一种自信吧 如果前世没有说旗语的 语言很正洁的 该说的话说 不该说都没有说的话 那今生无论在任何场合当中 他说话非常清楚 贪欲强烈的话 前世产生贪欲强烈的人 那么即生当中他也是跟灯流果一样的 感受灯流果 然后他的贪欲非常强烈 跟谁都不相同的 非常强烈的 还有对人也好 对财物也好 什么都是没有满足感 这是贪欲的 害心不求饶益 他害处 不会得到任何的饶益 而且经常受到别人的险害 叫邪见吧 邪见极为狡猾 具恶见 他自己人很狡猾的 他的思想 他的整个心态非常非常狡猾 然后他具有各种各样的恶见 长见 短见 邪见 就各种各样的恶见 这就是十恶以此具 我们上面所讲到的十种不善意 每一个都是具有两种不同的 比如说杀生他有断命 他有多病的两个特点 同样的邪因他夫妻丑陋 或者家庭不和睦等等 这样的 所以我们怎么讲呢 像以前的一些宝满论 前行这些当中都讲了 十不善意的感受等流过 这是自己亲身感受 这方面的痛过 这一点我们完全能看得到 我们自身到底在人群当中是什么样的果报 应该看得出来 那下面是 我们自身感受 这方面都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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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签心补的多大多 ords 无法调 strokes Although你难以为自己受苦 for啊 ár breakdown means 你伦肌汉洋 那个 sorted�節至 Fay�池 Rand 求及其他人的失望 求感应更早就求他 希望可以在此吃那种 愈把aderayı放在银子里 达难以为他们的呀 求到他自己的讽创 素素秘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讲真上果 这个真上果一般是这些众生不是在自己的身当 他生活的地方可能跟我们生活的整个地方有关系的 可能周围的环境有关系的 甚至可能自己的包括房屋这些有关系的 我们同一个时间当中 比如说我们学院里面的同一个时间当中 但有些道友他处在一个非常干净 特别悦意的地方 有些处在一个比较附近一些不太干净的地方 包括城市里面也是这样的 有些家庭处在花园 他的门一打开的时候在花园的花香直接扑进来的 有些可能比较而言比没有那么干净的地方 这也是人的业力不同 那么我们下面讲 成熟外境增上果不经一塌气即逝 也就是说我们心的一塌气显现于外境 也就是说成熟在外境上面 一塌气也是非常关键的 阿赖耶上面的习气以各种因缘的转化 最后显现在外境上出现的 所以表面上看到好像我转生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上班 我在这里生活 但实际上跟自己的业力 跟这个地方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有时候去了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面的人们确实 他们的增上果还是多好啊 有时候去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 尤其是一些特别贫穷的地方的时候 整个这些地方的人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会想起来增上果 那么下面每一个都讲一下 杀生环境积凭借属于花果 饮食等 力为顺术难消化 他以前杀生的人 他转生的环境非常贫借 各方面的资源没有的 像非洲有些沙漠地带 特别可怜的这些地方 他们的树 树花 树叶 树果 包括饮食等等这些没有营养 威力特别弱 有些是可能不结果 整个没有 即使有的话 他整个果实的力量非常微弱 而且享用过后直接损害你的寿命 直接对身体和对心理有害的 并且非常难以消化的 我们可能有些众生 转生的这个地方有很多毒药的地方 而且这里所有的水果食物 都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 这个是杀生的 第二个是不欲取 以前做不欲取的这些人 他转生着非常恐怖的地方 经常受到战争的地方 恐怖袭击的地方 像中东地区的个别国家一样 他们那里的庄稼过失经常都是不成熟 即使到了秋天的时候 全部被双 被大的鞭炮 全部都是出现饥荒 以前我去过一个地方 他们那些农民每一年夏天的时候胆战心惊 一会儿来一些鞭炮的袭击 一会儿大霜出现 一会儿出现干旱 基本上每年都是根本受不到庄稼 还有一些农天里面有一些蝗虫等等 其实《佛经》里面有一句叫做 《授窃尊者叶宝刹备经》 就是授窃 授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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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者叶宝刹备经 他所说的叶宝刹备经 这里面基本上把这里面的增上果 全部都稍微有点不同 其他都相同的 方便的时候你们自己也应该看一下 好像《水草》的时候吧 《水草》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恰探法治 它翻译的 这是讲的第二个不语气的果报 然后做恰探的人他转生到一些特别不干净的 分辨 语理还有误会不堪的 这样特别出气冲冲的这样的地方去的 然后这里的地方也是很狭窄的 非常悲惨的 不寓意的 有时候看同样是在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有些人确实也是可能前世造了不邪因 经常跟厕所聚聚在一起 一打开门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会出现 现在很多城市里面也有这种情况 包括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 这也是众生的业力 完全是这样的 第四个是叫什么 叫妄语吧 妄语生于微不合 财富不稳受其净 说妄语的人他转生到一些带有一些恐怖的 自己的心里也特别不愿意的 有些人虽然在这里工作 但是自己特别不愿意在这里也没办法 还有他的财富不稳定的 现在有些炒股票一样的 今天稍微转一点 过年他马上就没有了 然后还受到别人经常欺骗了 这就是说妄语 因为你以前说过很多的妄语 那么即生当中经常财富不稳定 财富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现在有些商人确实也很可怜的 这是第四个吧 利监狱也所生出 深渊 下骨 悬崖等 凹凸难行 不欲净 所利监狱转生的地方非常恐怖的 有些深渊万丈的 还有一些下骨 悬崖 凹凸不平的 这样特别不愿意的 我都有时候去马尔康上去 下去的时候 怎么说啊 两边都 可能有马尔康的人有点不高兴 但没办法 马尔康上来 下去 包括一些泥仙 毒浆银 那地区的那些农民好像这边是河 这边是悬崖 这边是树林 像太阳 沙点中稍微照一点 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经常我以前最开始的时候 我去那里大概是八六年的时候 我当时刚刚学完《大圆满前行》 去了 哦 这里应该是利监狱的增上果 我当时一直想 我当时给他们也说了 你们这个地方说的利监狱太多了 以后不要说利监狱 不然你们可能以后也会这样的 但是他们自己的人就觉得这里的地方特别美 他们那边有一个女的舍道那边来了 他们父亲说 那个女的很可怜的 我们这么美好的地方都不愿意待在这里 然后跑到舍道草原去了 所以他们自己觉得那里是非常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有一种悬崖 有一种非常难兴的地方 凹凸比拼的地方 这些都是无利监狱的果报 出于生于眼见地 瓦里 净结 苦手干 沉土飞扬 烈果烟 令人不欲 粗糟粗 说出于经常一些不生不长草的眼见地带 还有一些瓦里 经济 苦手 尘土飞扬 而且树果和水果也非常容易炼 容易苦干的 令人不喜欢这样的地方 这也是沙漠地带 非洲有些地方也是这样的 然后七语身处果不说 果掌温咒即颠倒 说七语的话他转生的地方经常过失不成熟 还有过失即使成长也不稳吧 因为他的气节是颠倒的 其实现在的整个气候 也是有时候可能经常有颠倒的现象 贪心身处果等少 康夺见现即时变 生贪心的人最后转生到果实比较鲜少的地方 其实有一些也是康疲非常多的 里面的精华基本上没有 经常实际也是变化 不会让人快乐的 自然灾害 众多精 邪见身处无抱怨 药树花果即鲜少 无有疑惑 无情有 这是邪见的 邪见是没有抱怨的 没有自愿的 海心跑了 是吧 对 海心身处加苦辣 还有网舍 刀飞 业人等 自然灾害 读众多精 海心产生的这些人他转生到一些庄稼 特别苦 辣都长寿得不是很好的 经常有一些国王 毒蛇 刀飞 业人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财富不稳定 然后邪见身处是没有抱怨的 还有药树 果花等等非常鲜少 无有依靠处的 这个是讲到邪见 下面还讲一点吧 今天讲 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增上果吧 这个字面上大家应该会明白的 《前行》当中也讲了 但我们经常自己的身处 自己的环境 也会跟当地的众生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个别的一些众生 他的房屋也好 他所住的环境特别的美丽 有些众生他所住的环境也在变化 比如说有些人他原来是很好的 后来因为他的业力现前以后 就变成一些特别不愿意的 每个人都 这个我们也感到一方面自己觉得 我为什么以前是这么美好 现在都变成这样 但实际上跟阿难耶上面有一种因缘和种子 这个种子一旦开始起作用的时候 我们的人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 所以因果的奥秘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思维 部分的道理应该会明白的 因为我们众生造了很多的一些业 这个业完全明白的话 只有佛陀才知道的 轮回生死中造无数恶业 我们《诸法机要经》当中讲的吧 然后说是为父当正知 愚知不能了 只有佛陀知道整个因果非常详细的一些 有这样说的 所以说有不同的因缘的关系 唯有跟平一心们本们 唯有佛陀的智慧才能完全明白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到增上果的时候 我们以后自己的环境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 或者说我们所住的环境是非常美好的还是不美的 这是跟我们自己的业有一定的关系 当地众生的供业也有一定的关系 下面讲食用果 不善业之食用果 所生增上 生痛苦 不善业的果报 这个相当于任何一个业 它有它的增长率 就像我们以前存在银行里面的时候 那么它有一些利润利息不断地在增长 同样的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没有忏悔的话 上面所讲到十不善业 它就变成成千上万的一直是增多的 这个叫做十不善业 它的使用果吧 我们造善业的话在相续当中如果有善业 它也有利息不断地增长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上面所讲的 妄语 欺语 贪心 恶 害心 这些恶业它也有不断地增长 所以平时我们修金刚萨埵行咒 还有百字鸣 通过有些方便方法吧 包括用专经论 我前一段时间讲的拿着念咒 还要绕佛塔 就是我们世俗当中的这些善业 一方面善业它自己有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率 还有一个通过善业的增长 原来我们相续当中的恶业很多都是忏悔 能清净 所以这些可能因果不懂因果的人 总觉得佛教里面的有些善事好像没有意义 甚至觉得它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但是你真正懂得这些因果的时候 你会明白世间当中其实是很多说不清楚的一种因缘 而且这种因缘也是藏在我们的阿难音上面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分析 或者说很好地去利用 将来在生生世世当中更加可怜 这一点虽然我们用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推理得到 我想今天所讲的这个道理很重要的 一个是我们的环境 一个是我自己的爱好 一个是我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感受 你看同性等六果和感受等六果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不用用其他的文字来介绍的 增长果的话也可以看得到的 当然我们讲到的什么 那么使用果的话可能这个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但实际上这个因果应该道理是不虚的 下面就是 刚才这两个颂词 一个是不善业的使用果说增长非常高的 它增长率很高的 我们应该要注意 然后最后一个色役的话 众之自行是不善 何人行之如富度 一大众小生俱苦 当情欺之如怨敌 说我们总而言之的话 这是自行不善业 不是别人 只要你受了劫以后才不善业 不是这样的 就像毒药一样的 这个很重要啊 我刚才也讲了 不管你有信仰也好 你没有信仰也好 凡是生育亦造了这些恶的话 对你这个人不好的 因此我都有时候看一些屠宰场这些的话 虽然他们没有信仰他们认为杀生没有什么的 但这些人很可怜的 生生世世你这样杀了无数的众生 生生世世自己也变成这些动物 感受非常的痛苦 我们有时候看到释迦王族被琉璃王网垂灭的故事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那个时候会感受苦报的 包括佛陀当时也是在显现上师受业的 那么何人行持入福度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国王也好 大臣也好 或者有钱的人也好 没有钱的人也好 乞丐也好 什么样的人呢 只要是行持上面所讲到的十不善业 那这样的话我也希望我们这次学了之后 大家一方面身体的杀到因 欲言的 妄语 欺语等等 然后心里也是尽量的不要生贪嗔和邪见 如果有了这样的时候就马上自己去忏悔 所以我们忏悔还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凡夫人所有的这些都相续当中不会生气 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没办法现实 但是我们很好有忏悔的机会 种植自行不善业 任何人行持它都会产生大中小的不同的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获得这样的人生 遇到了这样上师的教言的话 一定要很兴奋地抛弃 上面所讲到的十种不善业 就像怨恨的敌人一样抛弃 《宝门论》当中也讲了 当一生语与断住不善业 应该我们用身体语言来断除十种不善业 好 今天讲到这里 那么学入这个东西 soi心听很重要的 碙就是说 卡 Ber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